相比较之下 老四认为在照顾父母方面 老二远不如自己 他照顾父亲九年 虽说做的不是那么的周全 但父亲至少都是好好的 可老二把父亲接过去不到一年 就生病离世了 那我肯定 我到现在提起来我就算心了 老人他到后期 他血液已经胸患不了了 明白 老人他的卧床时间久了 一年多了 你看看 所有的只要都是照顾父母的 一个人照顾的 终究就是不孝 久病床前无孝子 在老四看来 当初正是在二姐的建议下 自己才揽下 独自照顾父母的责任 这其中的辛苦 又有几人能体会 李家兄妹其他几人 又会如何看待 老四口中的付出呢 我们现场连线老大 遗憾的是 老大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随后我们又拨通了 老三的电话 那么老三在 赡养父母的问题上 持什么态度呢 对于老二和老四之间的争持 她又是如何看待呢 好的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你好林女士 就是当初就是父母身体不好的时候 就是你们家庭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让弟弟来照顾父母 是的 当时关于这个决定 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当时就是说 父母这时候大了 让我那个小弟弟 让他跟他父母一起住 让他们小两口照顾父母 两位老人以后 那个百年归山了以后 把那个房子 把他送给那个小弟弟 弟弟刚刚也说了 其实整个过程下来的话 有十来年的时间照顾爸爸妈妈 觉得照顾得怎么样 开始还挺不错的 就是到后来了 有时候我们就看到心里不舒服 后来那个弟弟出去打工了 弟媳妇在家里照顾这个父母 就是那个父母在家里 比方说那个老人吧 吃饭老人那个盛了那个饭 那个碗筷就很香 在桌子上放着 反正去了 我那个弟媳 就我没有看见 就跟那个爸爸妈妈 打过照顾 弟弟在家的时候 父母还要他 给给他洗一下 父母不在的时候 就各三叉五 我去给父母洗照顾 就是说前面都挺好 到后面可能就有点 不是那么的 从后面 对对对 妈妈都是病了 那个以后 他那个第二天早上 八点多钟我收到我弟弟打过来的电话 说妈妈夜里摔倒了吧 没有知觉了 当时老人没有知觉了 他们也是有一点太晚了 没有及时处理 后来就是妈妈去世以后 大姐有把父亲接走 你当时知道原因吗 知道呀 爸爸整天一个人在家 他们都没有人在家 知道吧 他们年轻人们爱玩们 都不在家 就是我们好多次去了 就是老子一个人 关到那个房间里 那最后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关于这个房子 因为老人都不在了嘛 也不再需要照顾了 那关于这个当初姐姐大姐承诺 要给到弟弟的这个房子 你觉得要给吗 老三认为老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既然老二当初承诺了 要把房子给老四 于情于理 老二都应该兑现这个承诺 显然在赡养父母这一块 老三默认了老二的安排 由老二出房 老四出力 而他和老大 似乎就不需要再承担责任了 听到这儿 厂下的弟媳觉得自己有苦难言 他想上场为自己澄清一些事情 那么他的上场又能否改变 当前他们姐弟对立的局面呢